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蚊竹养护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见它长侧芽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土壤板结,没有营养了 第二个就是土壤ph直,不合适这个蚊竹生长 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土壤里面这个根线占满了整个花盆,没有这个新根长出 这三个原因都会导致蚊竹的生长缓慢,不长新芽 那么处理办法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更换这个新的盆土 那么在把它处理好之后呢,后期如果我们能够给这个蚊竹浇灌上一种水 能够让这个蚊竹能够更快的长出新根状根出来 这样的蚊竹后期爆芽了才会更多更旺 那么浇上什么水呢? 这个水其实就是用阿斯匹林加上这个快速生根粉混合制成的一种密质的触芽吹芽水 那么这个水应该如何配置呢? 首先我们先取一粒阿斯匹林,先将它碾碎 然后呢放在少部分的酒精里面溶解好之后呢 再放入清水里面把它完全溶解掉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已经制作好的阿斯匹林溶液 那么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水壶 在水壶里面呢放上这个快速生根粉 这个快速生根粉与清水按照1比1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呢搅拌均匀让它完全溶解 再来把这个阿斯匹林溶液啊倒进去混合在一起 完全混合均匀之后呢 我们大概10天左右给这个蚊竹啊灌一次根就可以了 这样呢就能够让这个蚊竹啊长出非常多的新根 壮根 后期啊很快就能够冒出非常多的这个新芽壮芽出来了 那么这个阿斯匹林的话呢我们都知道 它可以让植株更快的长新根 而且呢它对于植株的一个抗性 还有这个生根触根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再加上这个快速生根粉呢里面的零元素非常的丰富 又富含有这个天然生根活性物质 这两样混合在一起可以让这个蚊竹啊 爆发出非常多的这个新根出来 那么呃新根多了吸收功能强了 这个蚊竹了自然 后期就长的旺了长出的这个新芽也就多了 文竹新芽长出来之后呢 大家还要注意适当的给它用肥 如果肥不足的话呢 这个新芽长的也会比较弱 用肥用上这个竹科植物型的有金芽液就可以了 这个氮含量和钾含量比较偏高 有利于这个新芽的生长和健壮 大家看我这一盆现在呢就是使用这种方法 然后呢现在长出了两颗非常壮的大侧芽出来 这种壮根吹芽水 我们大概呢就是10天左右使用一次 然后呢连续使用两到三次左右就足够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